出城 你也玩了 我刚才睡个话 你还记得吗 哇 嗯 先出发吧 嗯 哎 去完了去完了 哎 不是个傻的 哪來這麼好命 盡當五年宋家追訓 就是你可以 傻子就是傻子 哎都要大難你頭了 還快就這麼開心 一日裡啊 低調的宋家三小姐 今天啊 竟然宴請了長城的各界給你 請我一定有大事發生 是不是 今晚過後呢我會給你一筆錢 你一定要收好 畢竟我們有五年的夫妻之餘 錢 啊 我有 我有 小臣你存這麼多錢幹什麼 存起來給老婆 快放我男子 哈哈哈 楚晨 謝謝你 楚晨你以大慶遇入這新疆語言 由盡你氣雲耗盡 演家必鋪 今晚生日宴生 我若是不和你離婚 宋家恐怕要大難臨頭 你又不是個傻子該多好 楚晨 三小姐家中已經在等你了 那就讓他再睡一會吧 好 我 吧 尤其 我 都 你 我是 你 罵破領土了還睡得著覺 跟夜少可是禪神天是教主 看剩下三小姐簡直就是標誹呀 是 找他給我教學 行行 我們夜少叫你了 呦 果然是個傻子 我竟然把自己揮露了 我竟然想跟一個場主 我叫主人 這位少爺 有何會幹的 呦 這傻子還醒啊 傻子 你老婆 我們少爺看 你縱家追劇的好日子 到頭了 縱家追劇 小心 你 你推我幹嘛 我的肉身早已金剛無怪 就算撞上也毫发无损 办了 也算你救我一命 我便自封五年 你三魂七魄之处 切阴阳夺躁 该已不死 此此契运家森 不能纳为罪婿 定能保你宋家日后 辉煌腾达呀 他就是个傻子 没有什么契运 你都信我 就带他走吧 放进跑 小陈 我在户你一片 嗯嗯嗯嗯 给爷子啊 我是你老婆你知道吗 嗯 老婆 啊 哎哎哎 哈哈哈哈哈 莫名其妙 我竟然嘟了个 啥子快搜开搜开 傻子 我知道你听不懂 那也许脑筋你脑子就好了 那你一定要记住 尽管之后 你老婆会成为我的女人 而你失了宋家的庇护 则会沦为一条没人要的野 傻子 宋家借我五年气运 如今却想扔垃圾以来 被我忘记 都以为我是傻子 好 那我便继续当早这个傻子 还有一个小时 傻子的气运就会耗尽 必须按照张道长的吩咐 那他准时签下这份离婚协议 傻子呢 这个傻子要躲在哪个宝洞里去了 那个傻子 现在躲在那里吹气 应该有多少大喜宣言吗 我们可以让主持人直接走的 爸是为了你好 今晚必须当着禅城 所有的顶级权贵 当着夜少的面 为了这个傻子坠续 还你一个清白之身 爸 我爸说的对 怎么好不容易 发生夜家的关系 爷爷 你得多讨厌少欢喜才是 这话 今晚您是好不亲自的话 他不会就要把这杯酒给傻子坠续喝吧 反正是个傻子 他还真以为是什么穷江欲业呢 我就让你尝尝 这百佳水的味道 怎么样 我我喝 你不是给我喝 哦 我喝 我喝 你干什么 这啥事 把玩笑还当真呢 喝这么多人口气 也太恶心了吧 和 死 蠢火 你這個死定了 快走 人是你姐夫 你這杯酒怎麼了 我 給楚晨喝百家水的事不能讓他知道 這個字 還真是死得非常虧 五年來楚晨一向都是罵不還口 打不還手 您玩子嗎 五年來 也只有宋妍幫我當人看吧 如今我身世復原 定要好好捧成他 姐 還有一個事情 他就不是我們宋家的贅水 不用你提醒 等時辰一到 看我怎麼玩 楚晨你今天不見晚了 好好哎我來了 我來了 我來了 啊 你怎麼了快起來啊 我請不來了 哎呀 彭子小優 誰到底什麼時候到 校園 誰一定正在 現在就是神姐的下手 他怎麼會停在這裡 這瓶香屁壤的地 連叫都適合 哦 此人身上就有氣印象 各位問看 現場有沒有遇上 我們家照鏈落點了 你們當中 有沒有前會推拿安駝的 你會 你過來 咱們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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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 你去看 我去看 你去看 老婆 爽 走了走沒有那個人 死人 對同一般呢 是 時辰快到了 楚晨把離婚協議簽了 喂 還會寫自己的名字嗎 河北應該開心 可為什麼 想起這五年的消除 我只覺得心裡空空的 嗯 傻子跟你說話呢 楚晨 你要不是個傻子 我們或許 真的能在一起 算了姐 你先簽吧 姐 不是還有半個時辰嗎 道長說過一定要準時 提成簽 你還不好 連夜說的有道理 那姐 京城下家都要先來拽放 京城下家 這種旁人大悟 怎麼會來見我們 我聽說葉少皇 和夏家早已達成合作 看來傳聞是真的 這麼說 對夏家 肯定聽說了我 和葉家的關係 太好了 蓮燕 你看你還沒有嫁給葉少 就給我們帶了這麼多的服務員 哪算那個傻子 盡造了嘲弄 此事事歡重大 楚晨 你先迴避一下 你為什麼要楚晨迴避 這還用問 如果讓夏少 知道我們家竟然有個傻子 墜著 強盛丟臉 萬一楚晨才忍諾了夏少 那就完了 楚晨 你先出去吧 嗯 好 完了 完了 你看這傻子 丟起宋家的臉 沒事 嘛 今晚這個傻子 就會被逐出家門 到時候記憶 就知道 我們送的 必定會 你打 哈哈哈哈 你們只知 夏家要見的人 夏主 那就是夏 夏少人 久仰夏少大名 果然一表人才 宋老爺子 我來找一個人 夏少 我知道你要找誰 可是他今天 沒在這裡 我聽說 他是宋家的女婿 你 你沒錯沒錯 都是我們宋家的女婿 沒想到我宋老爺女婿 這麼大的面子 竟然讓您親自來一趟 我早就說過 我姐嫁給姐夫 肯定沒錯 好吧 既然她不在 那就等明天正式 她合作的時候再見吧 哎呀 夏少 慢走啊 我 太好了吧 如今夏家 葉家均用我們交好 我要宋家 就要一飛成天了 所以一切啊 多亏了葉少 把他儲存這個傻子 如此一來 我們趕緊讓儲存 簽了這份離婚協議 沒錯 以免葉少不開心 夏主 葉少已經來上庭了 她說離婚協議 必須讓儲存 她的所有人的名字 那就依她所言 爸 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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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少想當眾廢掉這個傻子 我們也沒辦法 走吧 想要當眾廢我 只是這結局 他不能跟您說 時辰已到 諸位 五年前 我宋家因故 招出臣為敘婿 小女因此 耽搁了五年 今日 當眾廢墟 為小女 另尋良配 三小姐 不是 能與之相配的 也就只有葉少 宋伯父 您放心 連夜有我婦人 誰都不敢親 咱們葉家和宋家 以後也能精神合作 葉少 那我就提前叫你一身妹夫了 啥子 然後 簽字 簽什麼 還簽什麼 傻著 把自己名字簽上面 簽 簽雷 那不然簽我同上 下去下去 你傻子 恐怕你自己名字不行啊 這下 有手信一看了 蛋 你根本名字在我臉上 哎 你如果把他打傷了 龍天子 今天是元宴的生日宴 我不允許任何事情 影響到元宴的信息 哎呀 今天是你的生日 在倉促之下呢 我也沒準備什麼好點的禮物 這是我從南非慶祝的 千萬幾段事 血之類的 這塊石的硬度 拜託我對你堅定 這夜少啊 對宋家小姐太好了 一出手 就是千萬幾項鍊 這架給他一拖 不得心底死 而且啊 真這夜少格居大 都不跟他傻子計較 爺爺 爺爺 趕緊收下夜少的心意啊 這雪紅之類啊 價值千萬 你那個傻子啊 一輩子都見不著 快點收下吧 不好意思啊 夜少 這個禮物太貴重了 哎 区区一條項鍊 不足夠 來收下 啊 老婆 這個亮晶晶的 看起來好好看 哎 老婆 這個亮晶晶的 看起來好好玩 嘿嘿 傻子 趕緊把禮物旁邊也少 這不是價值千萬的項鍊 你個傻子配搭嗎 傻子拿過來 這麼貴的東西你沒得起嗎 不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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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 這是給我老婆的 把項鍊給妍妍 為什麼 送給他 這是給我老婆的 我老婆的東西 就是我的東西 我去 這傻子居然說了這麼多長一句話 你自己說的很有道理啊 月少 你消消氣 這傻子肯定是有法律 你放心 我現在讓他跪下來就進去 對對對 這傻子呀 老子話語不全 你別在意啊 你這傻子 你還敢 別說頂嘴 你看我們打死你 哎媽 有人說的也沒錯呀 你想看看什麼 行了行了 和一個傻子稚氣 倒顯得了 我沒有客氣 讓他把字簽了 明日我還要準備 夏少的會面 夜少 你說的夏少 可是來自京城的那位 真是 你好像知道此事 實不相瞞 夏少 看在您的面子上 已經來找過我們了 那是能跟京城的守護合作呀 夜少 我不知道你 氣質不凡 哈哈 年輕有為 我們家燕燕跟著你呀 那是福氣 奇怪 夏少不是和我說 今天是沒空嗎 怎麼會去找宋家呀 姐 你在於什麼 夜少和夏家已經達成合作 未來一定會合作 我覺得夏少要找的人 不是他 爺爺 你下說什麼了 人家指名點信 要宋家女婿 不是夜少還會出水呀 宋家的女婿 現在是出水 他 夏少怎麼可能找個傻子 就是 夏少要找人 就 堂經理 你這話什麼意思 夜少您別誤會 您先看這個監控 你這傻子 竟敢你夏少脖子 哈哈 什麼 他真的打了夏少 你怎麼敢的 天傻的 你真害死我們宋家呀 夜少 你和夏少是好友 一定要幫我們好好解釋 放心 以我和夏少的交情 想必他會給我這個面子 看來道長說的沒錯 五年一過 這傻子會給我們家族帶來霉運 宋棚趕緊的讓這傻子簽完字 把他轟出去 讓他夜少出去 你先吧 在這個宋家 我只想問你的小孩 你要簽 我便快一禮去 你要留 我便陪你到底 爹 你趕快簽字 否則這傻子 會給宋家帶點災難 所謂的災難 只不過是你們的意思 夏少來找 楚城河明顯不是先生問這個 你們為什麼 而且他有機會呢 那夏少是何嘴 他就算是動物 你怎麼可能表現出來 夜少皇 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 就算我會不分手 就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爺爺你說什麼呢 你現在還看不清楚 夜少是在幫我們家 歸煌重達 而且我才會害到我們宋家呀 宋仙瑤 看來你宋家看來提我爺爺 夜少請息怒 小女肯定是被這傻子傳染了 宋仙瑤 你是想讓我們家族大難臨頭嗎 趕緊簽字 是啊姐 事已至此 沒有人可以 我老婆的生日 老婆說人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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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離婚嫌疑給死了 你看你也送臉都可以了 你的傻子是害死我們宋家是吧 哇 你說幹的是什麼 你這什麼 很簡單讓這個傻子給我跪 把我的鞋面都給我舔乾淨 夜少皇你別太多 傻子夜少剛說的話你沒聽見嗎 趕緊跪下田 夜少的鞋價值百萬能是便宜你了 趕緊跪 傻子 夜少給你面子那是你的榮幸 趕緊跪下田啊 哎呀啊 舔誰的鞋子 是夜少的鞋子 是我的鞋子 夜少 鞋 我的鞋子 啊啊啊 夜少填我的鞋子 啊啊啊 啊啊啊 哇這傻子怎麼又有一點 屁下 這傻子要完蛋了 真以為我跟你一樣 讓我穿你的鞋 哦 哦 點吧 嘿嘿 我媽媽呀 楚晨你趕緊把這鞋子拿走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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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放著夜少 啊啊 啊啊 快點 好玩 好玩好玩 好玩好玩 怎麼不吃 夜少 他怎麼住在那個小子的鞋 這傻子一看就一個月都沒洗到腳了 那鞋肯定髒死了 不是我殺了你 就這麼想護著這小子 真是我丈夫 而且剛才所有人都看見了 是你自己把他鐵上鋪的 好 宋爺 那我就再給你一個機會 今天晚上來酒店陪我 別饒這個小子 哥 後果這副 走 老婆 不怕 我保護你 完了完了 宋爺完了 你傻子 我們宋爺被你害死了 回家 啊 爺爺 現在夜少站在氣頭上 宋爺就靠你了 你要把他服飾好了 我們宋爺才會有希望 月小姐 只有按照夜少做 宋爺才能被拯救 媽 你知道我當時什麼了 我知道你想錯誤我的夜少嗎 但我把話放在這 就算我跟楚晨離婚了 我也不會跟夜少黃好的 你知道 我可以知道 這個傻子 跟夜少有的比嗎 天空 趕緊把這傻子站走得罪了夜少 你不是拿去住家的 啊 啊 你 你要幹什麼 楚晨 你得罪了夜少 還讓我喝百家水 儘管 老子要給你個教訓 叫你喝百家尿 百家 你不要 你不要 今晚 就拿你開開窍 那時候你幹什麼 爹 剛才他那樣收的夜少 他已經不可能 我只看到我那天太陽 不如我心動手 他上夜少邀功 你怎麼看 那你連這家人都要打嗎 不是 你以為是活想打他嗎 父親 剛剛父親你跟我說過 夜少黃 一定會對他動手 所以 他今晚是不可能安全回到宋家 怎麼會這樣 那我又回來了 你要是拿回到宋家 我不能讓楚晨出事 撒嬌 廢師 我要送他離開 哎好 走 走 完了 我們被夜少人堵住了 怎麼這麼快 姐 你還是把這傻子交出去吧 不能讓他壞下我們一起 你是我基地你必須幫我 我不能看得出來出事 你 哎 楚晨你去哪 那傘子 啊 臭 那傘子 讓他們玩我 對 媽這跑啊 等不急跑了 啥子 立即被包圍了 竟然他這兒老子被動 你說的沒錯 不過被包圍的 是你們 你說的沒錯 不過被包圍的 是你們 到臨頭來嘴你弄他 presidential 哎 莊莊 又見面了 我送你出來的家吧 所謂 你究竟要對皮? 人做什么 宋言啊 我知道那傻子 只是你名义上的丈夫 你何必那么在意他 再谗诚 我想捏死那傻子 就捏死 严想我求你了 你不要再这样走 可能他什么都不懂的 好啊 那你现在跟我上车回家 我或许能考虑给他一条事 宋言啊 我提醒你一下 我手下的人 可都是媲美格斗冠军的 你能考虑的事情 过了 我只是两个字 两秒钟 足够我再端那傻子一条腿啊 嗯 我 那么 你居然回来了我的人呢 你在 哎 老婆 我们回家吧 哼 回家 你觉得你今天回得去吗 老婆 你走我一下 哎 老婆干什么 我站住啊 嗯 哎 啊 哎 哎 哈哈哈哈 你都不能跟别人打架了吗 哎老婆 我没有跟他打架 我只要跟他玩游戏 嘿嘿嘿 楚晨 你再找死 老婆 我只是在跟他玩打架游戏 我听说 我打死人是不用他老的 嗯 宋言 楚晨 我业社会 今天记住你们了 啊啊 静元 静元 哎 哎 还别喊 你不闯话你知道吗 赶紧走 我送你来看 你 你 我 我抽一千万 买叶家那傻子最虚的一双腿 和一只手 剩下一只手 让他全都会心意 别 楚晨这次绝对死 我听说叶少的人 跟黑王的人 事到如今哪里都不安全 直接回家吧 他们总不敢在宋家对楚晨动手 姐 你就算会了他一事 但你顾不了他一事啊 楚晨 我该怎么办呢 嗯 老婆别问 你老公我 早已无敌于城市之间 你老公我 早已无敌于城市之间 哎 无敌呢 你这傻子 是奥特曼看多了吧 回家吧 你问你说什么 你这傻子打了叶少 楚晨竟敢打叶少 王老长 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啊 小大大后 说的没错 这储存就是个瘟神 带医疗啊 都会给我们宋家带来大货 老婆 我回来来来来 嘿嘿 你找你个傻子 你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事 快 叫我快快 你说说 那我让你走了 你不要想起了 我叫你报 气啥 你居然还记 不 跟王道长结束 你去找叶少 我都关心 就我们宋家 没错 我们宋家 绝不能失去 和叶家的关系 王道长 这位就是张道长的谁 王道长 如今 楚晨已酿成大货 我特请王道长 来破局 道长 还请出手 除货害 救我宋家 还请王道长 除货害 救我宋家 那三十八字给我 我算算 算命 这不是关公门前 小大刀吗 请道长过目 算命 我也会 楚晨 赶紧还个王道长 一 看财挂命 你 你 不在走命 哼 是 必 救命 至于 今晚会有雪光之灾 至于 今晚会有雪光之灾 嗯 楚晨 你好大被狗胆 这我们还敢着王道长 哼 你也算 道长 我认识日益 不入流的欲无术罢了 各位放心 各位的命 都已看过 别是大乎大跪心 休要听着 涅槽无言 道长法力通天 我等自然信服 还请道长 即刻出手 什么都闻神 不要再来出称 三妹 你忘了他刚才怎么咒死吧 王道长身份何底 让他给出称 三妹 是他的容赛 快让开 否则下法出智 爸 人生 傻到 来吧 本想土东仪说啊 那可你如此猖狂 带我用太极森森 唾液之海 看看你这涅槽的唇绿 这不会有手抗议症吧 不会 本来就是个傻子 也不在乎他更傻了 太极森两一两一 森四项四项成八卦 太极森森 命令 什么道长也闭人了 什么情况 当时道长神时 现在是傻子的脑子了吧 王道长果然法力冲天 我真想看看 这储臣只何等见命 这怎么回事 我的眼睛 他就是你了 你们无意归他眼睛 苍天桃树啊 苍天桃树啊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他的主权一眼 竟然自己疯了 知道了 一定是这温神犯了他一岁 你闹走 就是 那王道长 怎么法力无边都做抵挡不动 让我们宋家 也不能留他啊 初晨 立刻滚出宋家 初晨 你要不先出去躲躲吧 好 中友 宋家会求着我们的 这啥子 居然还说我们会求他 不知为什么 我总感觉刚才的储臣有些不一样 啊 多心了 傻子都是这样 不跑 你该死了 听不错的好 反正我们宋家 跟他傻子没关系了 反正他都是个傻子 随心都无所谓嘛 我 谁 是你 这可是三十八楼 你怎么进来了 呃 呃 是进来了 嘿嘿嘿嘿 你在我面前不用装傻 傻子可治不好 嗯 少爷 正没事 没事 不用管的 嗯 原来你 原来你 你应该不去啊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是怎么看的 这是你 你既然能看出我的病 是不是能治好我 少爷 你这病可不能乱买啊 他到底是谁啊 他是宋家的罪婿 什么 他就是宋家的罪婿 罵不起 他更不能让他治 您还记得我因为颈椎病经常落枕 这么多年您都没治 他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听人说 他就是个傻子 傻子 初晨 你别再装了 你要是能治好我 我受伤大 战旅 你看看 他连人话都听不懂 这个病啊 是关键时刻 千万不能通差的 好吧 任何人命 能出生落地 就带着先天之气 而纵欲过渡者 先天之气 会提前流失 带来的症状 就是失去了 一代本意 傻子 不装了 先天之气确实 你再怎么给他不结血的没有用 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你的情况应该已经刺民了 那迷人看 可有根治之法 有啊 好 你若是能治好 我下来 就是你当大哥 好了 好 这就好了 哎 傻子 你到底会不会 该死 你要是把我家少爷给治坏了 你饶不了你 神医啊 我 叶老 您知道吗 我现在已经 一驻清天了 什么 我下北 说话算话 同情以后 你 就是我下北的大哥 听说 你要是叶少皇 就算了 有您这手段在 我还和他喝多个屁呀 那好 明天的签约仪式 我回到他 你知道吗 你们这人可能要 advise 一个 好 我 老鹿 我 你们这人 是哎呀 我们这人 说 你 我 哈哈哈哈 宋家徒 你也來參加夏家宴會啊 夜少 其實啊我們實際上賠罪了 夜少你看 那傻子已經跟我姐離婚了 沒看什麼宋家 是啊夜少 現在舉行 跟夜家都沒關係了 那以後 有夏家跟夜家 其實吧 宋家想要和夜家合作也不是不可 但是嗎 那還是要看妍妍的意思 你說是吧宋家主 妍妍還不趕緊去陪陪夜少 難道你不想管宋家了嗎 啊 你可知道你在說什麼 哎妍妍不要聽話了嗎 為什麼 讓他給他 宋妍 你別給擂不了你 要知道 和夏家合作的不是宋家是我們夜家 怎麼回去了 我不會讓你自己在說什麼 唯下 我跟夏家求婚完協議之禁 你要是再再求我就沒有 那 我國際上 你要是再求我們 你來啦 我是葉錦家代表 夜少 此次 前面合作事件 由我全全和你來談 夜 我家少爺 什麼時候說過 你有過了 夏少 叶家和宋家合作 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混蛋 夏家什么时候和叶家谈好了 夏少 这你怕有什么误会吗 叶少 你若还是不识相 你若不客气 此次夏家不是叶家合作 那不是 夏少 你最有时代 不是叶家 不是叶家 你若是宋家 宋家 宋家招了个傻子 你 夏家怎么会看得上呢 我宣布 此次夏家来到谈评的合作伙伴去 夏少 你不会搞错了 那宋家有什么资历和你合作 真的是宋家 这怎么可能 爸 你听见了吗 夏家 说要和这个师傅宋家 说要和这个师傅宋家 发bula 挖挖挖挖 Individual 给夏家合作 记住ról aso 受伏的资产了 不知道还多少费 发达了发达了 发达了 you 忘了 不信合作啊去啊你 慢著 孫教主 我們叫少爺要合作的人 不是你 我們叫少爺要合作的人 不是你 怎麼回事 孫伯伯 夏少連我葉家都看不上 又豈會跟你合作 葉少 你別誤會 夏少只說不跟我合作 沒說不跟宋家合作啊 熊龍 上去吧 什麼 我 夏少說 要和我們宋家的天之交子合作 你大哥還在國外 慶朋還年少 我們宋家最出色的年輕一輩 我驚死你了 慶朋 沒想到 夏家竟然對你賞了師 那也沒什麼呢 那我去了啊 想不到竟然是慶朋少爺 果然是人中龍風啊 夏少我來簽合同了 夏少有錢的人應該是姓朋 我 姓朋 沒想到他你藏得很深啊 既然如此 慶朋你快去吧 啊 既然如此 慶朋你快去吧 媽 你放心 我一定在宋家 好好好 夏少我們來了 欠哪裡啊 有 這 夏少爺欠的人也不是我 什麼 宋家就這幾個人還能治賊 啊 楚晨 嗯 爸 你說夏少爺找的人會不會就是 演員 你像是個傻子 夏少爺怎麼會走他 就是 夏少爺我們都看不上 我們可會看下一個傻子啊 哎 我都說了 夏少爺咱們才只不過跟你開玩笑吧 能有這等資格 只有我們野獸 哎 秋秋 嗯 哈哈哈哈 楚晨大哥你終於來了 嘿嘿嘿嘿 夏少爺合作人 簡直是那個傻子最訊 這怎麼可能啊 夏少 你是不是弄錯了 怎麼 他不是你們宋家人 是 既然如此 那趕緊跟夏少簽合同吧 夏少 你肯定搞錯了 這楚晨就是一個傻子 都被轟出宋家了 怎麼有資格和你合作呢 什麼 楚大哥被轟出宋家了 哎哎哎沒有沒有沒有 夏少爺你誤會了 楚晨還沒有限制 離婚協議是我擔心的 楚晨啊還是我和宋家人 都不聽吧 你耍我 哎 也是也是 這傻子一直說是不疼 我也沒辦法 為了和夏夏活動 什麼抱歉啊 楚晨 快簽吧 哥哥 我也喝啥了 你看 咱們先把合同簽了再喝啥好不好 對啊楚晨 這可是吉利的香果 可以買好多茶了 趕緊簽子啊 你不要 你 老婆 我要跟他玩遊戲 以前都是我看你端的茶給他喝 我也呀好不好啊 這傻子竟然讓宋家主給他燉茶 這不是打宋家主的臉嗎 這可是吉利的大部分 你不是說 宋家主會給這傻子倒茶嗎 宋言 還不管管你這傻子 爸 你還記得楚晨曾經說過的話嗎 總有一天 宋家會求他 他當初是對你們趕走這個責任 你們自己的 喝啥喝啥 楚晨 這下你可以簽合同了吧 好了小陳 簽合同吧 嗯 嗯 哎哎 哎 老闆哥 合作愉快 明天咱們就去沈家 去探具體的活動室 哎 又可以去玩了 哎 沈家 可是 韩神守護沈家 我的個乖乖 我總算沒有把養子撒住五年 夏少 楚晨可是智力不好 讓他去沈家 不太合適吧 還是讓慶紅去吧 夏少 你放心 我一定會很守規矩 我會落下你的面子 你們是沒看清楚河通嗎 我只和楚大哥 楚大哥不能去的地方 你沒有誰 楚晨是我家少爺的兄弟 你們要是還敢這麼說楚晨的話 休怪我家少爺不情 夏少爺說得對 以後還麻煩你多看點楚晨呢 楚大哥 還有事就先走 明天我就再來接你啊 好 好 好 夜少來日方場 以後有的是機會對付這個傻子 你說的對 他一個傻子 為什麼和夏家 我就不信手子是關係 能看得上他 夜少說的對 我看夏少爺就會覺得這個傻子有趣 一時興起和他合作 宋家 走這條 沈兄 好久不見 別來無恙啊 夏少爺 你要跟宋家這個傻子你卻合作 這個 我肯定要答應了 沈兄 你什麼意思啊 楚晨可是我大哥 不是傻子 哈哈哈哈 夏少爺 你要認一個傻子做大哥 這是要傳到精神 可不知道會引起多少分鐘 既然沈兄沒有與我們合作的誠意 那我們就不打擾 等等 把桌上這垃圾袋子 送家什麼藏服 也被放在我沈家說的藏服 沈先生 不要太過分 夏少爺 我說不 知道這個是什麼 黃金翡翠 你覺得這傻子送的東西 配合他放 這塊石頭是嗎 你們根本沒有 假的 你這傻子是來搞笑的嗎 你知道這是誰見面的嗎 我沈家第一健保大師 黃大師 黃大師 不認識 你要是不信的話 可以把它切出來看著 好 要是切出來是誰 看我怎麼收拾 那萬一跟楚大哥說的一樣 這石頭是假的 那我便親自給這傻子對 對 就只是賠罪嗎 那你還要怎麼樣 難不成 我給這個傻子 跪下道歉嗎 很簡單 如果這個石頭是假的 你就繼續和我們合作 而且把全部利潤 讓給楚大哥 怎麼樣 好啊 要是這傻子真的會見 我沈家把全部利潤讓給他有得 更大 放大師 我好好說 黃大師不可能騙我 怎麼會沒有被罪 你負責 至少 事實勝於雄辯 剛剛說的話 不會忘了吧 logical 這傻子可能只是預警 我剛剛說的是健保能力 這傻子 你要真的會健保 我審著才有全部利潤 審全成你 下手 沒關係 我們也要審少數的心不可不可 就你這塊石頭要能切出來翡翠 我不僅把沈江利潤全部讓你 還給你貴下道歉 放心吧 切出來肯定是 而且 還是翡翠之王 翡翁 給你切 翼翁 翡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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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你還覺得 怎麼大哥是傻的嗎 叔叔 翁翁 公告 是我有言不信心 麻煩 翡翁 不要緊 你來吧 翁翁 以後再纏水 有什麼事情 隨時殺我小弟 另外 小弟 還有一事相求 好 後天是我沈家的敬果大會 來請初兄 天天再加 沈家也算是蟬誠的地頭蛇 結交她的話 以後也可省去出多麻煩 初大哥 沈兄剛剛也不是有意的 你就幫幫他吧 好 那就後天見 不如謝初兄 不如謝初兄 介紹 您看得清楚了 沈家好像對初學十分滿意 好像後天還要請他去參加金寶大會 媽的 那些黑股嗎 我 我是陳 後天我看那傻子變成殘廢了 小陳 沈家要請我們參加金寶大會 你一會兒呢 待在我身邊不要亂跑 我不是胡來 知道嗎 知道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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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你想這什麼 啊 別回都不認識 趕緊滾開這招呼的玩笑 要不然今天晚上給你瀑布床一下 殘城地下黃的黑肚 看來本大爺的名號還是知道的 趕緊讓 你這傻子大夫的命 我消了 黑伙 你們這樣子做是要坐牢的 坐牢 老子就是吃牢飯 趕緊給老子讓 要不再趕酒吧 信不信奉家以後別想再談成做生意 這什麼 老婆 這什麼 有 這什麼 看 看 這也誰是想要打我 那就來呀 本大爺就等著 你要是不來 本大爺還覺得沒意思 我走 給我住手 是你要對主席投手的老大 主席是醒大大小姐 最後是抵觸了醒大親戚 以後再陪你回去 主席姐 我說我不不知道 主席是您的運氣 如果是想不想不想不想 給我一百個膽子 你是要跟我要向我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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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對我不打算 還請您原諒 小的以後可以給你當牛股馬 是這麼在主席抱歉的嗎 啊 走吧走吧 主席姐剛剛是我報分了 你還請原諒 我現在只斷一腿給你賠罪 不好玩不好玩 我不要看到他們 沒聽到主席的話嗎 趕緊滾 啊 我少了你這麼多年 沒想到你就在纏什麼 還是鄧家的傻子女婿 主席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你沒事 我他們呢 老婆 你是這位大姐姐 再來找我們玩了 您好 您好 我是沈仙如 弟弟今天臨時有其他事情 由我來接你們去 沈家的健保大會 沈老婆 這可是送帶的健保手 可遇過個球啊 趕緊入手吧 晚點就沒有了 不錯 老婆 老婆 那我用了 老婆 那個東西好難看 他好像是剛出來的新玩具的 老來的傻子 這可是送帶的情商城 不是什麼玩具 那人看起來就很像新出來的東西 我呢 怎麼畫一個傻子進來了 哎 不好意思大師 我丈夫他有時候就喜歡說些胡話 你沒跟他在意 他不是故意 老婆 這是 那個東西看起來就好像放出來的新玩具 啊 你才不動手 黃大師 不要生氣 我這位朋友在說胡話呢 不要往心裡去 希容 這就是以弟弟介紹的那個 天保大師 宋家的傻子女婿 我當是誰呢 原來是宋家的傻子女婿 怪不得可以這樣子說話的啊 你沒有不說 老婆 不信我們別用了 上面的東西又掉了 一派不爺 不好意思大師 他又可以說不話了 你別說不話了 郭主姐 我當是覺得楚城說的 可以嘗試一下 你覺得嗎 沈小姐 你怎麼可以相信這個傻子說的話呢 我是斷不可能今天沈老闆的 黃大師 你不要著急 身子正不看你自己 真是熱賺你了 我願意帶出些什麼 給你自己 我能這麼多年的合作 你還會相信我嗎 你應該是 你放心 你是讓我見面一次嗎 大師 你現在還會相信我 我才不會相信我 你不要著急 我這次吃 mitä我 要賣除了 你吃什麼 你吃什麼 我吃什麼 我吃什麼 你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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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 小姐 加入這個情況 你趕快送我醫院才行 我的公司也需要 新華的 要是父親有什麼事情 我讓你不打 這怎麼能怪我呢 都是因為那個傻子 要不是因為那個傻子 什麼啊 怎麼會這樣 爸 還不趕緊把這傻子拉下 老婆 你老婆跟我一樣 暈倒了這打水就 還在補爺縫裡的 你趕緊拉下 你閉嘴 你逃下了 不可言高姐 我沒去通知少爺去請下張誰的 我們不可去這個傻子的縫來啊 我這是什麼 什麼 人家 一定有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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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人家 房間 人家 全都 有 人家 一日啊 啊 護姐你醒了 這怎麼跟我的傻子說的一樣 和躺著水好了好了 你太令我失望了 什麼吧 我知道錯了 你換我一馬吧 曹晨 當下 他就沒有 你用我 他就我 不是 我 我要找師傅 師傅 嗯 你還在這裏 我們這次 好我們沈家幫你找師傅 楚晨你又說胡話 沈小姐不好意思啊 楚晨他一直都是一個人 你別聽到胡說 我就帶他回家 爺爺你跟楚晨死哪去了 不知道你哥哥今天回了嗎 趕緊回來 抱歉啊家中還有急事 我們先告辭了 清飛啊你這次留學回來 不如留下來管理我們公司 你看如何 管理公司 爸 我可是聽說三位 現在成了公司總裁 其實還需要我 清飛啊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 我只是覺得 宋家總裁有能者居之 他要能把工地管理好 那我就說 爸 說 嗯 帶回來了 繼續繼續走 走走走走走 爺爺啊 你回來的正好 我跟你大哥正商量呢 準備讓你呀 到我們工地去開發 爸 您不是不知道 那片工地 常年被一群混混霸占著 好多年都沒辦法開發 我說三妹 你身為堂堂宋家總裁 連幾個混混都搞不定 你要實在不行的話 這位置讓我來動 爸 你請你這一次 好 我知道了 宋家總裁的位置 是我一步一步打拼了 我會去開發 那我就等三妹的好消息了 啊 您好 我是宋氏集團總裁 這邊工地我們即將開發 替你們集團辦理 我不都說過了嗎 我的這幫兄弟們 在你們的工地上受了傷 得拿一千萬一良費 不然我們不會做的 這是上一家公司的 可能你們應該叫他們 聽我們話 沒有一千萬一良費 我關鍵是誰的工地 嘿嘿嘿 弟兄們 我現在改變主意了 像他這麼漂亮的美人 如果能跟我們耍 耍一耍 那豈不是美的 沒有一千萬也可以啊 你們 上 你別回答 不要欺負我老公 打他 小子 啊 嗯 嗯 嗯 我 會了 壓死吧等著 你看 你這樣把事情搞 啥子你知道嗎 哥哥 你跟書裡抓狂 你趕緊過來 哎等著 我回一會就到 有你們好看的 嗯 給我讓 給他老子的地方鬧事 哎 就算了 就是這聖殿娘們 還有那傻子老婆 我看你他媽才打 哎 伯爺 你是不是打什麼人了 啊 打的就是你 沒看到伯爺在這嗎 竟然被討厭不盡 一下伯爺 你是不是搞破了 他就是聖殿那傻女婿啊 我他媽 你看 聽不懂了 我不是話是嗎 少爺姐 伯爺 你們別讓我 我帶我兄弟走 你們幫我求求 不然我會被虎哥打死的 哎 哎 昨爺 下面的人不得吃 尽到你們的地方 還請你們不要介意 沒沒事的 只要不影響工具的開發就行 嗯 宋小姐 您是說 您要開發這個地方 宋小姐 我黑虎在殘城 還算是有些人脈 您看我幫您開發這個地方如何 還有 就是這個地方的安全問題 也包在我 哎 宋小姐 我將功儲退 我幫你看這地方 老婆 這位大怪獸說 要跟我們玩開發遊戲 你不要亂說話 我們這只是個小工地 這樣做會不會太麻煩你了 不麻煩不麻煩 只要 鳳小姐給我一個機會 我一定做得冒險一點 那老婆 這個大概多少可 我們跟他一起玩 哈哈哈 那就表勞你了 哎呀 大哥 三次不僅把工地搞定了 聽說啊 黑虎還幫他開發工廠 還這麼下去 宋家就是宋年的嗎 這嗎 把我從國外帶過來的話拿過來 這次工廠開業 我要把宋年恨恨 踩在腳上 哎 父親 宋家的工廠就要開業了 我打算從你這裡拿一副醫生出照圖 去給楚辰他們慶賀 嗯 給楚兄弟慶賀 怎麼能用這種平庸之物呢 那種大甲王羲知的字畫 夫親 這可是你最喜歡的字畫 價值過億呢 家那送給廚師 老爷子 恭喜 开业大姐 恭喜恭喜 好好好 今天是我们宋家开业的第一天 感谢各位光临 多谢多谢 来就来嘛 这种好意思呀 三位 今天是家里工厂开业 你怎么我记住啊 你干不过没准备的 咱们这不那么多 我多了我准备了好适合 哈哈哈哈 你这啥子不要太搞笑了啊 你不会把斯拉丁飞给点过来的糖果 当个女孩啊 宋气费 你不要再欺负楚晨了 而且你还要负负楚晨了 而且我们准备了什么礼物 需要上套 哎呦 这么累 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就直说嘛 来 你不要再说 那么多久 你这是我们红外 共产生留本的王熙忠字话 可 父亲家庆祉军堂开业案 是王岐枝的字画 价值不信 宋家长子也是有心了 为家族也是尽心尽力啊 主持人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这话可是大哥花重金在国王买来的 啥 这都是我画这白银摆的 都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这话可是大哥花重金在国王买来的 本上还不信 爷爷你也管过主持人 看他在这里说些什么 主持人 你可不能乱说话 我 我没有 你真的看到我 爸 你看这傻子 我看他就是技术曾经恶心哦 你让他呆一下 咱们插开心 爷爷 赶紧把主持人带走 这里还有营锅宾客的 爸 爸 带走 你 什么 你 居然是黑虎 黑虎 你还真是厉害吧 他都来了 这叫崛起啊 宋家 你说干什么 要干什么 有爹吗 什么 你居然叫做宋家傻虚为爹 我没听错吧 这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啊,楚臣在这里风言风语影响不好,我还是让他先离开吧 我就是来给楚爷去说的 赶走楚爷如同赶走我 难道你也要我给赶走吗 不肯不肯 楚哥,你一怕听不到,张海啊,你咋的说我这话是假的 是存在那个恶心人呢你 楚爷说你的话是什么,那边就是假的 你,你这傻子给骗了,这话是我刚从国外重新发运过来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啊 我不敢质疑我,还在楚爷 我们是不会赶走楚臣的,最好如此 人家带着黄西军做我一步,中国宋教参与的产典 先是黑狐,又是史密家,这宋教是史密家 他打算得要成为全城第一大家族 哎,你们说 沈家不会也是为了宋教的傻子女婿来的吧 宋教你 你点心 哎,看 一字画 什么运程 我说 他想去 你有风聲 是个叫 不用 武门 将族 semua 一样的姿华 召唤的那股肯定是假的 保险 你个傻子你别胡说啊 你说这是假的你就有证据啊 收下 收下有数 这股姿华确实是假的 没看上去 比较的感觉 明显就是透了保险 你这个傻子别乱说 我这是被骗了 那你呢 你这个礼物怎么有 你有什么你再老想我 谁说我没有礼物了 这是我给我老婆准备的糖果 吃的能包着买病 帮我们不接哦 哈哈哈哈 你这个傻子 我看你这是从哪个拉筋堆里 捡过来毒害我妈的 不是吧 这傻子真就拿一个糖果当礼物啊 这是把宋家主当成小孩子来看了吗 首先不可以夫人 你这糖果 是不是拿捡来的 不是的老婆 这是一个老爷爷给我的 所有的 我 这里就是你老婆的 哎呦 三妹 你们夫妻俩真不愧 我看 这就是你想要当家主 拿出来毒害我爸的手段吧 大哥 你可不能炫口黑人啊 谁这个混蛋啊 我害你呢 他要他 那为了不要欺负我老婆 爸 不可以吃这个东西 这一看的就是 出哪个垃圾 那里捡来的东西拿的毒害进来 说一下 我倒是绝对 绝对 不想咬 他是不害 你们如果不当地址的话 我可以先吃 我 他 不行了 他这个东西要防止排便的灵带妙药 我才能够我吃死我 喂 爸 你怎么了 是不是和大哥说的一样 在糖果里面下个瓦 好 好啊 我现在身体啊十分舒坦 楚晨送了一个好礼物啊 不 这可良啊 他怎么可能会临他调调的 这一定是巧合 能不能真让这小子碰到这老神仙 这宋小姐也变形性能够少啊 是啊 傻人有傻福 楚晨 这糖果还有没有啊 我出一个亿买一颗 楚晨 多亏你这颗糖果啊 我可以多干几年呢 清飞 太让我失望了 你已经不适合在我公司里工作了 爸 我不走 我出了公司还能去哪儿啊 我 他刚刚不是说你狗是什么 我可以帮你把小狗叫来 嗯 嗯 我 你给我等着 嫣嫣 这次工厂你开发得很不错 以后公司啊 就交给你打理了 放心吧 父亲 我和楚晨 快要打理公司 大师大哥 你的大哥呀 就让他回去好好反思反思 来 今天是开工的吉日 别让那些小插曲 坏了我的吉日 好 宋大少听说你回来很狼狈啊 我这是个高跨宋年的方法 你要不要试试 啊 不说官俩人啊 这家非心肉丝杀死人不成命啊 这位兄弟你是知道他们家的产品的倒下了吗 对啊 我兄弟早上刚出了他产品就变成这样了 不是隔壁 你们家公司也太明星了 就要生产烈子产品来看有性命 这件事我把我们当人看 怎么可能 送药的产品都是经过了严格检测的 怎么可能会出人命 你是不是经过严格检测的 你是不是经过严格检测就有话 听咋说呢 叫他出来 给我们一个说法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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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公司聚集这么多人 说我们公司生产黑心产品 这怎么回事啊 三妹 你这不会变成宝四郎在产品里面 都同样了吗 你这些害可不分开啊 父亲 产品都是我盯着的 不可能出问题 我看 是有人故意陷害 我兄弟都是这样 你要是我陷害你们 宋总 这不是拿我们兄弟人 你开玩笑吗 老婆 他们是你找来陪我玩游戏的吗 他们是你找来陪我玩游戏的吗 大家看看啊 这公司不把我们哥俩当人了 找一个会不会来救人我们 主持人 这里不是玩游戏的地方 你先起来 等我处理完事情可以玩游戏 不行吗 嗯 我要跟他玩游戏吗 你是傻子 你在我兄弟上梦梦 你就是要他死不瞑目吗 你爱我的兄弟啊 哈哈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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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跳起来了 说 谁要你们来闹事的 嗯 都是误会 我先给大家走吧 真的 我还要跟他玩游戏 玩游戏 啊 残妹 你怎么也不管出去啊 既然是误会那就让别人走呗 我看这哪里是误会 大哥 该不会是有人故意陷害 说吧 要是不说的话 就去治安室 嘿嘿嘿 残妹 压力太大了 这就是个误会 怎么可能有人陷害你呢 真的是个误会 我也道个歉啊 邓总 你们公司今天好热呢 沈大小姐 怎么今天有空到我们公司来 我来找水深有些事情 邓总 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 你看姐姐 这两个坏蛋不跟我玩 还有欺负我老婆 是吗 你们两个做了什么 还不同学上来 要是敢女孩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们 听听谁来个选择 沈大小姐 冤枉啊 我也是受宋大少爷所度 我才敢这么做的 沈大小姐 你看 我就是一个收钱办事的 沈大少爷 你可要帮我呀 这个是沈家 以后再真正都混不下去了 爸 你听我解释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是出了叶少皇的骨骨 我才会做出这种傻子 清飞 你收拾一下 过几天去国外 学习一段时间吧 沈家 都怪你 我 我 都怪你 我 都怪你 我 你个逆子 傻子 三番五番五番五番 我杀了你 是吧 你 沈家小姐 家里是 让你见笑了 让你受惊了 没事 大哥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 你还犹法我们当时是一家人吗 你捣捉了我的衣誌 你还说跟我是一家人 三妹 你高兴太早 铁上环骨aci斤收购完股票了 你一家人 郭主 说好了 郭家奔光收购了这个补票 郭家资金的需要 这个怎么办呢 你这个逆子 是要把我们宋建王决路上赶 郭叔叔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叶少皇 你来这干什么 郭叔叔 我劝你现在跟我说话最好是 宋家资金管局 要是少了我业家的帮助 你宋家怕是要 你想怎么样 根本很简单 知道 对你们家言言一直都是十分倾慕的 要是他能和我一夜吹消 我神不不 叶少皇 你不知道干什么 那会等 不用倾慕了 你真乖 你这臭傻屁 宋叔叔 你就有着这个傻子问来 你宋家想破产吧 谁说宋家要破产 沈大少计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叶少皇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沈家决定 投资宋家百亿 帮助宋家渡过难关 哎 大王大姐你要帮助我 他呢嘿嘿 沈大少计 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叶少皇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为什么 宋家一个二人家族 你凭什么帮他们呀 我沈家投资谁还需要旅游吗 叶少皇 你要是还呆在这里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嗯 沈小姐今天多亏你了 小事宋家主 我这次来主要是找楚晨有些事情 方便我和楚晨单独聊聊吗 楚晨 沈大小姐有事要跟你聊 你一定要好好配合 不要理事知道吗 楚晨 你不傻 先生已经和我说过了 说我们两个人就不要再装了 嗯 上次你跟父亲说了师父的事情 谢谢 你什么 还没有 具体的事情在这里不方便说 送我回沈家 请不请 沈家主 你有我师父的消息了 我想要 你让我 你上一次跟我说了之后 我们沈家就一直在去林城 最后 你也走先去 你师父曾经在林家的拍摆会上出现了 那对 林家背后的事例来自于京都 所以我们也继续追着 当年我们上车后 根据我最新的调查 你也没关系 林家 师父的这家好友里面倒是有幸运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 麻烦你了 拍摆会的事情 我快进去调查 书承 你是不是做爱了 我们一起去 哎 新鲁 你可算回来了 这次你们沈家做的可太漂亮 叶家投入孙下的钱 后不回来 后场了 现在 要被拍卖了 陈生 你不会就是来和我说这件事情 当然不是啊 我这不是主要想见你一面吗 当然 你要是对叶家感兴趣 我可以内部操作 逼着送人 谁找见 这位是 新鲁 这是谁啊 哦 他不会就是那个 宋家赏金鱼去吧 等一下 你对楚神尊弄一点 他可不是什么赏子 小你 你给我听 我不管你是谁 我却你 最好的鲁鲁鱼 否则 那我再会看一下 我怎么会不会做 我 我 不放你 陈生 你弄了 还行自己不够丢人是吗 新鲁 你要护着 行 给你一个命 傻子 送你 这 傻子见面 逼着你了 初晨 你送你离开吧 你与这个人来自币报 你送你 拿着业家旁边啊 对咱们来说 是千载能逢的机会 只要拿下业家 咱们冲下 必定就上一层楼 啊 这次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办吧 我一定给你办的漂亮亮亮的 对啊 协洋 这件事情啊 就交给庆贵来办 相信他能够办的很好 这也算是帮影音 减轻的压力 拍卖的事情 是关我宋家的发展 所有宋家人 都必须积极参与 谁拿下了业家的产业 谁就是我们宋家 下一代的家主 爸 你说是真的 当然 爷爷 爸这么决定 你没有意见吧 我听说请的 好 业家拍卖会 就看你们的本质了 看看是谁 才是我们宋家 未来的掌握人 陈老姐就送到这吧 喂楚晨你在哪呢 我等一下要去参加 您家的拍卖会 你一个人在家里 要小心一点 老婆 你要去玩啊 带我一个好不好 这次的拍卖会 事关家主之争 楚晨你乖 等我忙完了再回来陪你玩 老婆我这就回来找你 楚晨是宋小姐有什么事情吗 这次拍卖会事关宋言的家主室 不要回去 顺便也查一查师傅的消息 这次多辛苦 喂 你就是宋小姐吗 我听说 你们宋家 对业家的事情没感兴趣啊 不如 我们来深度交流一下 我们来深度交流一下 林少 请你我扁 请记住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很难办 这你也知道 这业家的产业 可是很多人都盯着呢 林少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有意思 好 行 那本少就实话跟你说了 你今天要是不跟本少睡个觉 我 这 你心想得到任何有关业家资产 还有你那个傻子老公 你那个傻子老公 估计还没让你爽过吧 你跟了老子 老子 这 第一天都让你爽 哈哈哈哈 你这个傻子 你竟然还想到我临下的地团上啊 我 啊 你天 老子那么咋 不知道你干什么 你在地方傻伤我就报警了 好 老子劝着这个傻子来气 今天 老婆 我知道了 他他是想跟我玩游戏的 我跟他玩 哦 你跟他咋的 你对我做的咋吧 啊 这有吃 你都可以胡闹 哎 哎 不不不不 那这不 那这不 吃了老子特有吃的道 今天 就可能在娃娃里 对过 哎 哎 哎 是啥我 我和你没玩你等着啊 哈哈哈 跑了跑了 万人被我打跑了老婆 这不是剩下傻子女婿吗 不然敢打林少 就要做大事了 这林少要是包袱起来 这傻子不得做什么题啊 不至少 林少说是什么 天哪就放屁 丑陈你不可以胡闹 如果林少出了什么事情 扎手的位置 都会被大哥他们抢走的 那我还拿什么保护你呢 啊 这林少说是个梦走 怎么还不出来啊 已经出事了 楚晨 你要不要进去看你 嗯 让你不要回来知道吗 嗯 知道了 老婆 坏人在字腦里边睡着了 啊 快 快 你 我靠 这林少做梦了吗 你把瓦头给撕上了 还是被自己的臭气给去晕了吧 快 大爷万里啊 送医院 真可恶的宋家傻子 有关叶家产业的拍卖 绝不能落到自己家手里 林少 您放心 这宋家已经被我们列入了黑名单 绝对不可能让他们再参加拍板会 宇哥 宋家的长子宋廷飞要见你 她说要把她的妹妹送给你 让她进来 林少 我是宋家的宋敬飞 我跟三妹不一样 只要你把叶家的产业操作给我 我一定把三妹送到你床 我当真 当然 只要拿家叶家产业 我就是家子 宋家的一切 我说了算 好 我可以注意 事成之后 我不仅要睡你妹妹 我还要折磨那个傻子 哈哈哈哈 我正好也有这个意思 那傻子 一定要慢慢折磨才是 那林少 您等我好消息 哈哈 这样事情可麻烦了 这林少不肯帮我们家属的位置 可不要贵大哥了 嗯 你都在家里 我等会贵一切 嗯 老婆 我爸 你们好 保护你 啊 你想保护我 嗯 老爷爷 怎么了 就 老爷爷 你是在跟我玩医车和病人的游戏吗 嗯 你干什么呀你这不是游戏 你这样会把人弄死的 为什么呀我 你还笑初晨 你要是把人弄死了是要去坐牢的 你知道吗 哎呀你醒了 你怎么呢我去笑要救命日恩 我先扶你起来 老爷爷您没事了 我没笑一个 我的心得你啊才好起来 老爷爷爹说笑了 我说哪里会什么医术 我就已经帮你照了救护车 再等一会你马上就到 哎呀你可不能这么说 小于不会医术 我看没有人会了 我可以没有还有事情要办法 我要担心 趕緊去 臉書寶珍謝謝 下入 借我去販賣會 哎真的 你是這麼小的傻傻啊 你知道蹲伏了你要想從你進步 你先讓你這幫助姐 你這不讓你 我全是我的丈夫 小小小小 你說說說什麼 你進去沒問題 但是這是傻傻子啊 必須得有保障 三個 二個 我覺得 他一定是想弄我玩遊戲 你來接你吧 來來 你剛才那這傻傻子啊 你雖然 不是啊 你來啦正好 叫心著傻小子呢 你是誰傻子啦 我看你才傻子 不是 这不是宋长的傻小子吗 嘿嘿嘿嘿 好了好了好了 这帮忙 该让我从来现在爬过去呢 什么 你居然敢让初孝悠从一哭再爬过去 东下 这东西你在分析我做的 你是不是知道做什么了 这个东西就是他 孝悠 你是我们现在救命运人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这个意思 什么 这傻小子又是东西长的 现在你给我趴着 我会出他来说 小燕家人不懂事 我让你们受惊喜 现在你们可以进去 老爷爷您是这的董事长啊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就让我的保镖 带你进去 两位客戈这边请 看美国人的打断 我还说 玩乐 严谨 绝对 这个 是 野党 网集黑 网集黑 臣 把他打掌 比较 老爷 你们愣着干嘛呀 把他踩着给我赶出去 这两位是我们董事长的朋友 比赛老师 我看赶出去的人是你 不可能 董事长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朋友 你们肯定搞错了 等着 现在有一些人说 等着 林少华那边过来 我到时候叫他把你们一起赶走 回家干嘛 林少 你来就好 我正要帮你把这啥子赶出去的 哎 这是啥 是谁让你给你 我们 你把它给我赶出去 林少这两位是董事长的救命 你还思考这些 哎你帮我开玩笑 嗯 他就是个屎 你跟我说 他是我怕的救命人人 那五州都能上手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给我把这个啥子给我赶出去 明天就給我卻不快回去 你這臉好熱鬧 醫生沈叔叔林老大 是有什麼事要忙 就是換進來個宋家傻子 我現在這麼要把他趕出去 趕出去 林少 這人都醒來了 把人家趕出去也不太好 我們一起參加吧 你覺得能比上 既然姓如妹妹都這麼說 那就一起參加吧 楚晨宋小姐 我們同行如何 我們就這麼讓這場子參加拍攝不一樣 行 業家產業還是我都安排好的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林家談戀 此時我們開外的中場 眾所周晨 那就是查一層業家的 我們都知道 你說吧 林家的拍賣條件是什麼 各位 我已經準備了幾個億就等近拍了 我們這次的拍賣 我們看陰險 只看福利 只要你拿出我們林家 他需要恒久 那業家的姿態 啊 這不是搞內幕嗎 各位 各位 這樣子要拍賣個誰 不是你們林家說了算 好了 各位 現在 請拿出你們的職業 我出一個億 我出兩個億 三輩 你就出了 還要去拍賣會又怎麼樣 你準備了什麼 你打算拿什麼來給我整 我準備什麼 就不老大哥管做 哎呦 臭嘴吼吼 我關心 我看見拿出什麼東西吧 宋家宋慶飛 為了表達誠意 送上 東泰業 中語科 帝王律卓是一堆 黃金仔倆 宋慶飛這小子 這回是真相的學本 居然準備了這麼多好東西 看來這業家資產 師妹已經給宋慶飛了 我們都是在陪跑的 哎 看到了 這個 就是我的神秘 你呢 該不會 又準備了一些糖果嗎 宋小姐 你要是需要我們選家的幫助 可以幫忙 他們好像知道我們禮物了 哎 哎 哦 我們學你們吃糖果 哈哈哈哈 三輩 唱歌的傻子越鳥 不知道在哪個角落 吵得個行鑽 我不能以為他每次都在這業 哈哈哈哈 這個傻子是來搞笑的吧 他居然拿出一個糖果 這要是把林家遠路嘛 林家的力量 這傻子以後還能打殘存混加是嗎 楚晨你不要亂站起來知道嗎 不好意思啊 讓各位見笑了 不好意思 送下來了 你們這樣說什麼呀 不把我林家攤賣會 他們一回事 這糖果 可比那些東西好玩多了 鄉臣 不要再亂說話了 林少 不好意思啊 是楚晨不懂事 我一會兒讓他向您 陪你道歉 一個背骨 就是跟人家的一包錢 他不背骨 那既然如此 這業家的資產 他就屬於 誰呢 零家資產 林家資產 好 我再不來 這業家就被你搞得烏煙瘴氣 來 吃飯果 好 我宣布 這次拍賣的業家家產 屬於 屬於 屬小友 這林家居然用業家資產 去換了一個糖果 林家主 你這不是白把業家資產送給個傻子嗎 林家主 你是說那個錯了嗎 好 你怎麼把業家資產 把這個業家資產 你公司閉嘴 是以後的決定嗎 說我沒這個權利了 孫小友 孫小姐 恭喜你 爸 你們怎麼能把業家資產給那個傻子 你懂什麼 孫小姐可是救了你爹的命 他有那個救我的手嗎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你不勉強 有內部 啊 你是不是有點糊塗啊 他就是個傻子 怎麼可能證你的命呢 不要叫這個胡說八道 我問你和小友有什麼模式 給我和小友去見 鄧長 那個傻子女婿以小友見你 好 你可以來小友 吃 你的意思 趕快和小友道歉 你不要在意啊 小友 小友不懂事 你不要在意啊 我知道你找我有什麼事情 這是我搞什麼事 你是 就是沒遭到 你是 趕快和我道主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 師傻 明天 我 你我雖然數位蒙面 當年你為何要安排那場車禍 我師父當年 好歹也救過你的幸 少數 你是說五年前那個車禍嗎 大年 我們也是聽你 你 遭到夜家的秘密 他說是 你九月門的敵人 我這才還沒想去 遭到夜家 我但是要是知道是少數你 我絕對不會這麼做的 看來 這夜都幾年 少數 老如有愧啊 不必 畢竟 你也是遭人憲 傳我的命 三天之後舉行驗 你不要清醒把我的兇手抓住 是 燕燕啊 你這四位家族 拿回了夜家的資產 功勞最大 我宣布 你就是我們宋家 下一任 謝謝父親 今天這麼熱鬧啊 這幾天不見 年夜都要當選家族 夜少皇 你是怎麼進來的 我們宋家不歡迎你 夜少皇 如果你來 是想拿回你夜家資產的話 你恐怕是在一小天胎 你不要著急趕我走啊 你們看看這是什麼 如今我進入到帝都夜家 又起初看了原來那個事情 三天之後 我更是要時間參加 九泉門少主舉辦的宴會 什麼 九泉門 就那個號稱天下第一次出門 夜少就是和九泉門拉上關係 最新家族吃吃可待啊 夜少皇 那你這次來是什麼意思 還是宋叔叔懂我 我來這兒呢 也沒有別的目的 叔叔叔 你是知道的 我是一直清心嚴嚴 那是嚴嚴的家 我還能帶大家一起去參加演員隊 夜少皇 我已經有儲存了 那這兒就不可能 你不要著急拒絕我 你不要著急拒絕我 這是帝都夜家的談戀 你說我要讓這些人去對付那個傻子的話 會怎麼樣呢 你不要說我 別懸 你別管我卑力不為 你就說今天你是怨 不怨 twist 我想想想想想oby 你真的會放我出城 楠月 我的人比你還不放鬆 只要你乖乖嫁給我 那個傻子保證沒事 我當了你 好 嘿嘿你現在把這個傻子藏過來吧 我離婚協議都發出來了 不上我 我他ben 你不能送我 不要送我 我覺得沒送給你 你要送給我 我會送送給你 你還給我 你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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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你沒事吧 我偷偷老婆 你先去啊 明天 燕費的事情就交給你 我還願意 明天 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哦 老婆 我剛才跟你玩遊戲了 這 自我已經簽好了 趕緊簽了 啊老婆真怕我 我們去玩別的好不好 你剛剛了竹臣 不管你願不願意簽字 我們都已經結束了 你走吧 不再是我的丈夫 老婆你不要竹臣了 是不是他們欺負你了 竹臣你別說了 我們已經結束了你知道嗎 結束了 走啊你趕緊走 啊傻子沒聽到我才沒說的嗎 趕緊滾蛋 走走 哎呀 做的不錯 明日我就來帶你去參加 我們的 行啊 別哭了 畜臣事情我聽說了 但你也不要太頹廢 怎麼可以一個人在這裡沒罪 別管我 啊 美女 妹妹兄弟不解公子 不如讓哥姐們陪你聊聊 你小子 那咱妹他媽的給老師一遍去 你小子老子今天翻譯你 董住手 你要幹什麼 把我沈家放在眼裡嗎 剛剛沒仔細看 這 好像是誰 他媽的情緒 就要是為了 人的情緒 很慘 老人就是想想 今天怎麼要不算 這個情緒 你給你一下 你讓老子下次一見你 等著 一些小嘍嘍 這些不用你操心的 楚晨 好了 你該發洩的也發洩了 要是你實在覺得空虛的話 來和我談戀愛 怎麼樣 別開玩笑了 你一個千金大小姐 怎麼會看上我這麼一個傻子 楚晨 你不要以為我比你好多少 其實我也是有婚約在身 淋雨不過是個小苍蝇 沈小姐 也有婚約 帝都葉家 是你姐 你也覺得很可笑是吧 像帝都葉家那樣子的 龐然大物 其實我沈家可以拒絕的 所以楚晨 你帶我私奔 怎麼樣 美女 一個人吃夜在外面買酒公 還是讓哥幾個來陪陪你 幾點音樂真不錯 做得整天拿起來拿著 看見到美女 用一下你的幾點 走開 楚晨 過去哪裡 媽媽 又是你這小子 看老子裡面不醉了 爺 我知道錯了 別跟打了 再買來去我的小業配了 斷了老子的命根 你拼了 爺死錯了 楚晨 是你嗎 夜少皇現在已經派上了九旋門 他有了親戚 你不是他的對手 跟精靈 老婆 九旋門 靈天 馬上給我送一份勤儉過來 楚晨 你沒事吧 沒事 信儒 還要麻煩你 幫我把宋妍送回宋家 放心吧 交給我 你這個傻子怎麼會在這裡 我們宋家可沒多餘的趁飯趁菜給你吃了 等會兒夜少就要來接三姐去訂關了 你趕緊離開 可別到時候讓夜少誤會了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大哥 這個傻子似乎生氣了 原來傻子也會生氣呀 他氣有什麼用 夜少可是被九旋門賞失 前途不可限量 請不上一個傻子能比的 九旋門 我就是九旋門 哈哈哈哈 呦這個傻子真的是越來越傻了 你是九旋門少子 那我是九旋門門主呢 我說楚晨啊 人傻也要有個限度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這裡幹什麼 怎麼讓傻子進來了 楚晨你怎麼來了 老婆不想你了 楚晨 我不是說過我們兩個已經結束了嗎 你趕緊走吧 不要再來找我 三妹 這傻子啊 剛才還說自己是九旋門少子 這一下就被夜少聽到 再傳到九旋門那裡 傻子恐怕小孕就 趕緊把那個小子趕出去 老婆 我我還有 我還有九旋門勤儉了 這傻子卻然說自己也九旋門勤儉 強中夜少也持有異常 不配 老婆 我沒有任期 我沒有任 Starting 不可能 你這傻子甚至有九旋門議立 不三 你這個星 Judy都是從哪裡去前回的 那個 快捷精准搜劇更新快 前往最多短劇資源分享平臺 每日持續更新 無論看劇還是剪輯創作或者轉售 都可以加入 依次加入永久使用 邀請好友還能賺錢哦 是別人給我的老婆 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怎麼可能會有人把青獵做一個傻子 你当别人也这傻子不成 吵吵闹闹的 宋叔叔 你宋家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你这傻子怎么也在这 爷少 这个傻子 你知道从哪里考来当厌惠情景 还说是别人送他的 让我看看 宋叔叔 你不会以为这傻子的情景是真的吧 爷少 这傻子的情景是假的 你们看 这傻子的情景啊 这里多了一个VIP 据我所知啊 现在多了许多伪造的情景 很明显 这个傻子 不知道从哪偷了一张 伪造情景 爷少 这傻子的情景居然是伪造的 那我就说嘛 这傻子怎么可能有本事 从别的地方找到一张情景 当然是假的 靠一张假情景 一等回来 遍吃遍喝 我闷都没有 老婆 我认识是真的 这是你们老爷爷送给我的 老婆 你要相信我 哎 三妹 别听着傻子胡说了 赶紧把他赶走吧 好 爷爷 我已经在缠成大酒店 为好练习 我去订婚吧 哎 哎 老婆 我说的是真的 你要相信我 你都叶家 爷爷 你不要管楚晨了 赶紧把他赶出去 我们赶紧跟爷爷上去订婚吧 老婆 你 你 我 走 爷爷 你想 什么呀 你也不喜欢这么少的重事 你啊 我 你们是订婚 嗯 属下妖姬 快见少主 来吧 你没是师傅 他没 少主 师傅知道你当年出车祸的事情 我十分悲伤 有你今日半夜会的消息 特意看我 嗯 这是酒前门在禅城的万一 现在特意的老婆 这是两份千年灵芝 师傅希望你早日恢复出个维持 谢谢 这是酒前门的少主令 有了他 你可以随意号令酒前门的人 有机 我要去陈城大酒店一等 回头再给你洗漱 陈城大酒店 那不是酒前门的资产吗 登附下去 让那里的老板好好招待少主 是 诶 他不是做了人的小子张是吗 诶 胡阿姨 你知道了 我老婆知道了吗 你当然知道 送了人刚来着 送我来 那就快来看看 傅臣送这样的傻子 你先来了 胡阿姨 我老婆呢 这是谁啊阿姨呢 你先有宋家保护你 这是现在都轰出来了 你看谁来保护你 就是 这被宋家轰出门就散了 还得罪了夜色 这不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面披 不良 诶 你不是想知道 秦老师 来 让我鞋舔干净 你 我本人说 这个小子之前 是一些垃圾 这要是让他舔鞋 我估摸着 一定兴奋的 哎 报处了 你这傻子还有脾气呢 我来刚刚鞋干净谁都可以告诉你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 我要提法提醒 否则的话 谁也提醒了 哎 这可是酒店最烈的酒 你让这傻子喝他能受得了吗 这傻子干嘛 看着乐呵就好了 哎哎哎哎 哇 干净 说 新闻站住 若然下到头脑上 我可不是这个酒店 这傻子发疯了 这傻子发疯了 这傻子 这傻子发疯了 这傻子 别想 房很快就来了 我看你该怎么办 小哥 赶快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放 好 否则呀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新老板来到酒店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明白吗 这酒店老板 我给你一份楼水 说些什么 是 住手 老板你怎么来了 我来吃了 老板 你不会认错人了吧 他就是宋家的傻子 你不对 你不要開除我 老闆不要開除我 不要開除我 老闆不要開除我 我人是酒店的新老闆 你求我幹什麼 出車了 我知道錯了 宋營就在五一二 你不要開除我好不好 對呀你別交給你 知道幹什麼 嚴嚴 今天我們定分之後 你不要開除我好不好 我們結婚的日子就定在 面會之後 你覺得怎麼樣 好 好啊 到時候雙起立門 對我們兩家來說 都是大好事 夜少 我看這樣子 這幾天呢 你跟嚴嚴去國外相處 培養培養感情 到時候回來再結婚 哎 雙叔叔 我也想啊 但是我這 還有任務在生 對不對 夜少還有秘密 這是個秘密哦 還不能說 先和人營 結婚再說吧 哈哈哈哈 哎 哇哟 人營 這是我花了一億 特意從國外定製的 天使之類笑 傳聞了 一人一身 只能買一串哦 哇 現在 天使軍力 還是夜少頭浪漫啊 來 快收拾 拿著拿著拿著 收拾 哎 哎 慘了 你這也幹什麼 再把天使軍還你也做啊 你個傻子 一直以為我會你幹嗎 快把天使軍力拿來 這次 可不能被你弄壞了 啊 呃 呃 呃 是不是一點都不好玩 兩個只成為傻子 呃 呃 你個傻子 包著這一點是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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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子 老子今天一定要弄死你 我來找老公玩 我來找老公玩 嘿嘿 老子進來 傻子你開碗 今天你玩散了你 還不趕緊給夜少回想給你道歉 今天怎麼啊 換一個傻子進來 今天要是不給我跟交代 在酒店誰開了 店頭是誰叫你不死生氣 還能是誰就這傻子唄 這場 你來 哎 哎 哎 你們放這個傻子是吧 我一定讓你們酒店倒閉 走開我 打我給他做酒店鋪出去 你鋪不下去了他 我 喂 你們酒店是不是搞錯了 他這個場子在烙菜 怎麼 你也想被烙出去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酒店跪一顆 事實如此 哎別的事情 我來先走了 那 老婆 我們去玩吧 姐 這個傻子得罰子夜少 我們宋家不能跟他走太近 不然我們會遭殃的 是啊三妹 我們還是趕緊走吧 我看這傻子 那上下子倒霉 家雞 那你要查的事情怎麼樣了 夜少 目前還沒有進去 但我會假把正的 夜少 你最後弄清楚你為什麼 在進去 那是宴會前 你還沒查清楚 後果你可是去的 明白夜少 都是因為你 安貴何在 老板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酒店最好的房间 别的还有什么需要吗 宋家那边怎么样了 宋教杰已经跟着宋家的人 安全回到了宋家 一招黄没有再出现 那就好 我还有事情要忙 你先离开吧 是 既然来了 那就出来吧 宋家安卫 先来早点 帝都宋家的人 业无忌上钩了 傻的 既然直呼少主名了 赶你死 宋家安卫 这个说法 究竟存活的九千万大帝人 既然知道了 今天就一个别想离开 我们何时说下了厉厉 少主说了 你年前的时候你就算没死 宋家也必定大帝 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你举手 拿下这小子人头 给收拾了 知道我的身份还敢对我出手 叶家还真是赢得出手 不可能 你的秀卫 怎么你预复的时候还要跳 我一向来到了神匠 你赶紧逃使上走 我说了 既然来了 就都不要想离开 不是说到了司机 拿了傻子人头来见我吗 喂 你老子说话呀 叶少皇 你想要我的人头啊 你没死 你去废物 连个傻子都没有办法扫定 叶少皇 后来 住人 我要干什么 头不老来啊 说人命的话 你要盖大牢了 别搞罢了 现在知道他了 住人 住人 你可不能杀我 要是被低毒知道的话 都会放过你的啊 原来又有意气 扯的事 你找啊你他妈怎么办事 你们叶家安慰都失去了联系 叶家那个好久不见 楚师兄看来你恢复的不错 喝你的浮沫 没死 是不是让叶师弟你失望 楚师兄 你说你要举办夜会 我会来参加 到时候我会腾腾正正的你打 堂堂正正 你业务机也才说这四个字 都说无意思 当年我可以让你变许 我在就是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好啊 那不是你 少主属下来迟 这个人要怎么做 先留着他 顺便 查一查业务机的小心 属下明白 夜少 我也没想到 那傻子打架那么厉害 你再给我自己吧 我一定把他扔掉 不用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如今我神功已成 到时候会亲自去打败 夜少这是要亲自出手 我要将他的骨头 也都一根挡断捏碎 让他再无分之之 对啊 属于这傻子 去阻止你订婚 是 那傻子在长城啊 有个老婆 要不是这傻子 我早把他老婆搞到手了 很好 我要你明天就去跟他结婚 然后 将这一套 扔下去 夜少这是 不该问别问 赶紧去问 明白 少主不好了 今天夜少皇 要和周小姐去结婚 夜少皇 费礼 我要去送去 哎呀 今天好有名 咱们加一下新疮气了 哎呦 我想了一下 我们还是今天也成功了 尤其在 来好远 你去这里出去吧 哇 大妹 捧着花就过来了 你看 这夜少啊 真是个懂浪漫的好男人 还是在黄亭酒店 那可是全是第一大酒店啊 姐你家给夜少 一定会幸福的 燕燕 既然夜少来了 我们还是去接待一下 哦对对对 走走走走 燕燕 我欺慕你很久了 嫁给我好吗 哎快 哎哎 我不 这个花一点都不行 吐车 你怎么会在这里 啥呢 现在我三倍克服的你老婆 你别乱叫啊 赶紧给我换菜 别让你上误会 你怎么来了 咱这招了不玩 吐车 你猜我的话 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吗 你买这去吧 你叫个玩游戏吗 你不要以为你很难打 我就怕 你看到那是什么车了吗 大风 这是我给燕燕准备的婚车 你有钱吗 嗯 老婆 这是我送给你的车 你喜欢吗 放屁 你你这个厂子怎么可能买了几店的豪车 叶手 这车是给我姐准备的对不对 宋小姐 这是 楚先生送给您的车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楚城哪来的钱买车呀 老老婆 我去玩片这游戏 我中奖了 他们就把车送给我了 谁中奖能中个跑车 这车一看就是这傻子租来的 叶超车的对 这车肯定你不知道去哪租的 对呀 有本事你把购物协议拿出来看看 嗯 有本事你把购物协议拿出来 邓小姐 这是购物协议 你看一下 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 这一辆车就行 乐伯 这个车你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的话 我们又再去换一辆 老爷 我可是听说 这厂头法拉利亚几千万一摊 这傻子在我们家白吃饭供五年 你可算收回来了 妈 这是丑吃难中的奖 哎 三妹 我觉得咱妈说的对 这车你就收一下吧 对呀 可以上吉王婚 再收车 不就是个跑车吗 区区几百万而已 畜臣啊 你跟我比 你给我看好了 远远远 这是我特意命运从原非公认过来的价值迟的钻石海洋之心 啊 十个月 我的个怪怪 来 远远我给你看一看 傻子 你给我让开 老婆 这个一点都不好看 我中奖的时候 给人比这个人还好看呢 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 你要能拿出比海洋最新还好的断金我就去吃死 对呀 怎么可能 宋小姐 这是楚先生唱的天津传记 这完全是由天津打造 比普通房金金入百分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这就去揭穿你的谎言 等着 这就是天津钻戒吗 我听说啊 那可是价值百亿啊 远远 这真的是给我们宋家的吗 有了这个钻戒 我们宋家 更上一层楼啊 老婆 这给你 伯伯 冯叔叔 远远 这个钻戒 是假的 叶少 这钻戒有问题吗 我刚刚已经得到准确消息 这个天津钻戒啊 一直收藏在九泉门之中 怎么可能在这个傻子 一定是这个傻子 假冒 什么 这傻子竟敢伪造九泉门的东西 你傻子 我们差点被你骗了 他就害死我们宋家了 远远 你知道伪造九泉门的东西 有什么后果吗 老婆 这不是假的 你不要听这个会道胡说 够了 你这个傻子 伪造九泉门的东西 差点害死我们宋家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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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爷爷 我看你身体不舒服 我这里有个药 你也扶下去 你身体好 那个 我看爷爷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们的婚礼 不如还是夜会那天的缺席吧 还是夜少关系我们家爷爷 哪像那傻子 只会让爷爷操心 那我就先告辞了 还好 好的爷爷 这里是 什么 我放开 傻子 你今后有多也可我滚蛋 别让我再看呢 你 宋家不欢迎你 你要是再敢的话 见一次打一次 滚 少主 军正对你干几次 我跟爷爷爷叫死你 不用了 宋雅那边你还是帮我看看 有什么事情第一次你告诉我 你别让宴会结束这里再说 夜少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将那药门 我扶下去了 很好 现在还有件事让你去办 夜少请讲 禅臣首付仙京士的礼物 我都为不起 我让您为我准备一份礼物 送你去 让他们说在宴会当天结果 夜少 要是这沈家拒绝的话 我应该怎么做 这种事还是我教你 沈万斤来沈家支柱 你去掐给他 我不怕他 明白夜少 等等 放假沈万斤的时候 就没把沈家资产搞 那时候少不了你 多谢夜少 夜少皇 沈小姐 你的未婚夫夜到手 让我来给你相聘 他希望你们可以在九旋门宴会那天 是希望想 这些话 你还是让夜五级亲自来训练 小小姐 我只是来传达夜大少的意义 并不是个女生的 夜大少说了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人家随时可保证 夜少皇你敢 是人家 你们修行 都给我 求兄弟 人家出事了 我知道你能力不凡 所以 我只能向你求助了 米姐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我马上就过来 Š 小姐 你不会是指望了个傻子来救你 地独业家要狙击 可不是有钱就能解决 有钱不能解决 那你说万亿 傻子 你说什么万亿 你知不知道整个传承 所有市价加起来 都不会有万亿 你拿得出来吗 给我往沈家的资产里 我都忘了 傻子 你就在这装吧 老子就不信你个傻逼能拿出万亿 这不搞到账 一万亿人 谁能到账了呢 初晨谢谢你 这怎么可能 这傻子怎么可能拿出万亿 叶少皇 你要是还在这里继续骚扰我解脱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沈小姐 你没有发现 你的父亲迟迟没有出现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放火 把我爸怎么了 沈小姐 你要是还想救你父亲的话 乖乖在见婚那天 和叶大少玩婚吧 您好 您公教的用户在里 这个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来接 一分钟之内 我们要知道沈家 老板啊 人要是把我受点口的话 乖乖的把沈家铺交出来 这样我们大家都说不得罪 交出来别在那乔村子 有什么用的啊 住手 哪里来的红小子 竟敢对我们动手 立志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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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为什么 你们来了 毕童谦来给你们 又围带你们吧 没有 楚晨来了 他帮助我们沈家 渡过了难关 哦 都谢楚小友了 举手知道 不必很心 不过 楚小友 你如今得罪了帝都的业家 今后有什么 薛帮忙 我们沈家 当竭尽全力 多谢沈老板 明日宴会之后 一切都会迷了结束 一切都会迷了结束 叶少 是沈家那边失败了 这就是没 失败了就失败了 我如今神空有成 而半神之魂 還說說一切都相安好了 好 也一個敬虧 一切都在今天請算 你這個傻子怎麼跟狗皮高量出來 一直跟著我呢 傻子我告訴你 今年是我們副下大使兒子 我不和你動手 你自己回远点 楚晨 宋先生不可能让你回来了 赶紧走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宴会吗 小心你的小命不保 楚晨 今天是九千门少主举办的宴会 你在这里活闹的话 是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老婆 你说这宴会就是我举 这傻子脑子又冲锋了 你说这宴会是你举办的 你九千门少主啊 你这回是什么人听到的 原来我们宋家就不好 你自己滚蛋吧 你这里不可以让身上 你现在活的地方了好吗 老婆 你也不知 我在你 哎 你别闹了 你怎么你 你来吧 自然等你瞅瞅啊 宋小姐也在这正好 我们一起进去吧 不是 林少 是地方也是这傻子可以进来的吗 我 你怎么说话啊 这可是楚少 我看你才是傻子 我 不是林少 我是宋静飞呀 您不记得我了 我之前合作过来的 哈哈 谁怎么跟你合作啊 这次宴会 你们宋家人不准参加 谁也不许帮他们进来 舒尚 宋小姐 谁呀 林少 以前说了你们不许静 嗯 是我官教不严 儿子不懂事 能不能行个方便 等一下 宋 mam 我还劝你死的叫心吧 这个宴会你们宋家还是别进了 不是爸 这不能怪我 我也不知道林乔为什么会看上那个傻子 今天要是我们进不去这个宴会 你就别回宋家门了 爸 我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坐 是什么快说 你们坐来 你这不孝子 叫爸以后怎样去见人 还叫爸钻狗肚 爸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了吗 要不 我先给您示范一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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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小子 哇 我看了只有这个办法 要不您就回去一下 哎 哎 哎 我刚跟我哥试过了 这个洞刚好可以进来 哎 赶紧爬进来吧 哎 这不是宋叔叔啊 你们在这干嘛呢 哎呀夜少你来了 我就等着你带我们去宴会厅呢 哎 今天过够都是一家人呢 你跟我客气什么 走 哎 哎 哇 少主 宋小姐我呀安排好 安全没有问题 也没有机 已经带人在来多路上了 做的不错 我等了这一天已经不错 哎 这也是你能坐的位置 你知道这是什么位置吗 这是酒城门少主的位置 一天下 就像在我坐哪個位置 還需要經過你 趕緊把這傻子拉下來 什麼的 你是傻子 我看少主現在已經在來的路上 下少主來了我看你怎麼收場 我等的就是一位 這傻子真瘋了他 還好當時將這個傻子折述一下 不是當時怎麼死的都會知道 主持人你就嘴靜吧 等少主來了 我看你的身體和你的嘴巴是不是還一樣硬 一路一家一無其前來參加宴會 少主到了你就等死吧 少主 但是他這樣算是 但是你怎會怕 我沒有能聽到 你怎麼知道 你不是問這樣 我從前右手 我沒有聽到 我沒聽到 你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到 你只能道歉 你我剛才之前 我經過了 當時就是錢 我你都知道 我沒有聽到 你都知道 我被我聽到 啊 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 現在滾下來向我求饒 奉全給你 在我身邊祝你能坐馬 怎麼樣 路程啊 聽到了嗎 葉大少給你機會 趕緊滾下來 感謝葉大少的恩典 路程 能給葉大少服務是你一輩子榮幸 還不感謝葉大少 要我給他咱們都做 他也不可以做 我今天 就是來娶你 挖了 這傻子真瘋了 居然說來就做成本少主的狗命 這傻子跟我們宋家沒有一點關系 還有關系 標記在這就決門弟子前來相處上 放充 沒什麼 我 他也拿著 我 我 想當年你在九學問也算是呼風換子 現在身邊就像像 你們難道忘記少主對你們的恩情了嗎 现在都跑去了 叶无极刚跑腿去了 我们不认识什么少主 我们只认识少主令 少主令 叶无极 你有少主 我把你干掉了 你还真是痴心忘心 你们好好看看 这 这是少主令 少主令在此人所干 不认识 真是神奇 居然把少主定了 而等看的少主令为何不败 再见少主 谁是九十分少主 不可能 搞不光是我们在白吃白喝的傻事 怎么可能是九十分少主 对对对一定是假的 你们该怎么 快点老师起来 叶无极 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 酒 留下 你们都返回我又怎么样 你吃啥五年 怎麼可能多過境界 人說這種神經 多虧了師父給我千年靈芝 才祝我出國 感性不感性 你怎麼這麼偏心你 你無情 我們之間的恩怨 願意 你不會以為你真的贏 學姨 我還欣賞你的妻子 對不起 你什麼意思 手術不好了 神經節突然昏倒 孤獨鮮血 對不起 這個罪人 你把送人這麼藥 沒什麼 就給他餵了一顆五股傘 五股傘 天下第一期的五股傘 對不起 交給他 現在 你不是人在天下第一 你為什麼 你下半天是一股傘紅手 該死嗎 上 小姐 你先出去 我要為宋妍施展前昏浪一支樹 少主不可 這要是施展前昏浪一支樹 你身上會背負劇毒 兩日之內必定會餘命的 小姐 我意義決 你難道想靠命嗎 少主請三思 你先去吧 是 是 是不是 我讀書 門主少主為了宋小姐施斩乾坤挪衣之術 將五毒傘轉移到自己身上了 這臭小子這麼不讓我省心 你醒來呢 我過去看看 好 初生 初生你怎麼了 初生 燕燕你醒呢 哎呀你沒事你太好了 父親 主持人他這是怎麼了 他怎麼這樣了 少主為了救你 將你身上的毒素轉移到自己身上 現在 已經只剩不到兩天的幸運 什麼 主持人 你你不可以死主持人 你請過來陪我 主持人 啊 主持人 我 你醒了 看來你已經沒事了 老婆 我 人人世紀 那也很巧 其實不是 我已經好了 主持人 你好了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只是 以後主持人可能 再陪我回去吧 主持人 都可以胡說知道嗎 我不能讓你離開我的主持人 老婆 我心中天下第一企圖 可能很快就要變成一個真正的傻子 除了那死去 丑小子 這輔助什麼 五年前死亡就是 連九五都散 沒幫到你 這次死亡可以不會讓真有的事情 再發生你 男主 是我 別說了你別說了 好 小女王很不錯 出人和在一起很合適 老婆 我的毒 被你解了 原來 你還以為自己要死掉了我還呢 謝謝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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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